自动挡车这三大驾驶技巧 你玩的是不是很熟练了 虽说比起自动挡 不少老司机更加钟情于手动挡 但不可否认的是 眼下自动挡汽车已经日渐成为了主流 所以针对主流的自动挡 今天为大家梳理了三大基本的技巧 一起来看看 1. 起步技巧 自动挡车起步时需注意 挂上B挡后 松手刹的同时 慢台刹车 然后轻点油门 让车辆慢慢起步 切记猛踩油门 不仅仅费油 而且有损车辆 注意挂挡时不要松开自动挞板 许多人知道 开自动挡的车型 一脚把油门踩到底 转速会飙升到五六千转 可是不深踩油门 变速箱就懒得响挡 那么想要变速箱响挡 又不想发动机声嘶力竭怎么办呢 答案就是踩两脚油 第一脚踩身后松开 发动机会响挡 再次踩下油门 变速箱已经完成了 这时候加速就爽快多了 三 低速挡技巧 开自动挡车 以地挡在坡道上行驶时 有时阻力较大 而油门跟不上 容易导致车速下降 当车速降到一定程度时 变速器会自动降低一挡 之后 若在加油门区动力大于阻力 让使汽车加速 等升到一定的车速时 又升至高一挡位 如果坡路很长的话 如此反复跳挡 会加剧自动变速器中摩擦片的磨损 因此需要驾驶者根据坡度的大小和道路情况 选择到一、二、三中某一合适的挡位 让变速器始终稳定在此挡位行驶 强制锁止挡位可以有效地保护摩擦片 延长其寿命 以上三大驾驶技巧 虽说算是很基本的功夫 但真想达到出神入化的水平 也并非易事 不知道您掌握得如何了呢